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就是 綜合練習題 裡面 第一個 不過這個前階段有講過啦 我就大概 比較快的帶過去 第一個呢要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所以現在已經有那個 2018年1月 107年1月1號 那我要產生 他後面 2到12月的第一天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插入函數 利用那個在 日期期時間裡面的e-day函數 用這個 不過特別說 e-day函數 在那個2003 的環境 有些同學有幾個同學 使用那個2003的話 那他必須要 外掛 分析工具箱裡面要把它外掛進來 那我們用這個按確定之後的話 跟前面這個日期比 相差幾個月呢 相差一個月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右填滿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 2 3到12月份的 這個寬度不足 把它 這個格式 自動調整欄寬一下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產生 1到 12月 的這個每一個月的第一天 第一個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第二個的話我要做什麼 再產生 底下的日期 那底下日期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 等於 A2 加一天 OK 加一天的話實際上因為裡面的數字 裡面其實 日期 其實裡面是放一個數字 實際上在以上裡面是一個數字 那我加1之後他會幫我把 下一天加進來 並且把格式也幫我帶過來 那我可以向下 向右 到32 向右 放開 不過這邊會產生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這邊底下 會有 不是 同個月份出現 因為底下 應該理論上 必然 只會出現 2月 而不應該出現 3月 那其他底下也都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利用曼斯函數 做比對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 把A2加1 再減下 插入一個什麼呢 邏輯函數 用if來比對 比對什麼呢 if if裡面呢 比那個 這邊對了 插入一個if函數 就是 邏輯的話是 曼斯 用曼斯 先刮一下 他跟A2相 A2的這個 日期裡面 是不是跟那個我們A2加1是同一個月份 曼斯 刮虎 打一個A2加1 就是把他加一天之後呢 再跟前一個儲存的比比看 如果呢 這邊有個不等於 這個是不等於 如果不相等的話呢 那 我就輸出什麼了 沒有東西 因為2月 下面3月我就把它清掉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A2加1 才真的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日期 OK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向下 向右 OK 那你會發現呢 2月28 到3月1號 你會發現喔 3月1號呢 基本上已經被我刪掉了 可是呢 3月2號呢 變一個value錯誤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你這邊一個month month呢 你判斷你給他一個儲存格 可是裡面是空的話 month你給他一個空的 那他會顯示出什麼 僅value錯誤 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有這種錯誤的話 我前面有講過就是 你可以再利用什麼 只要有僅的錯誤 你可以 把公式減下 插入一個那個 邏輯函數裡面 利用ifl 把值給貼上 如果他產生錯誤的話呢 一樣把它改成沒有東西 按個確定 意思就是如果有僅開頭 所以以後 假如你的 工作表裡面 有出現那個 僅開頭的 你要把它全部去掉的話 很簡單 就是直接 把原來公式減下 貼到那個 ifl的value裡面 那如果發生錯誤呢 就給一個雙0號 清除 按確定 向下填滿 然後呢 再來向右填滿 一直到 12月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2月下面都已經沒有了 4月也沒有了 一直在推 利用這樣的方式 請各位先 產生一個 這個所謂的年曆部分 把一整年的年曆先做出來 做完之後的話呢 待會我們來練習 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針對 這個年曆 幫我 把禮拜六 禮拜天 的顏色 變成不一樣 那這個地方呢 如果要限定用VPI做的話 要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部分先 完成 如果我們的邏輯是這樣 先把一個 儲存哥一個儲存哥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做什麼呢 第一個先比對一下什麼 這個範圍裡面有沒有空的 因為其實如果有空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如果假設空的啦 那你就不用再判斷是不是禮拜六禮拜天 如果是禮拜六 那我希望呢 幫我把這個儲存哥裡面 也許換一個顏色吧 顏色大概也許就是 給他一個什麼呢 給他一個深 就是 字的話呢 是深藍色的 底色的話呢 是淺 淺綠色的 深綠色 淺綠色 那如果紅色的話呢 就是 字是紅色的 底色的話也許是 黃色的這樣子 把他黃色 那如果說呢 每一個每一個都要做的話 當然不可能說一個一個 總共 52週 那你要做52次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一次全部 幫你把他全部做完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當然 我們會需要 需要 先把資料先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先判斷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喔 因為裡面有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 那再來就判斷說是不是禮拜六 禮拜六的話呢 那就給我一個顏色 禮拜天的話呢 那就給我另外一個顏色 類似像這樣的邏輯判斷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我們 撰寫的方式 一一樣是開啟那個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一樣在這個 我們的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呢 在裡面喔 加上一個格式化日期的一個 程序 假設我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做格式化日期 按個確定之後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其實我這邊已經有 最後做完了 不過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呢我們先 先輸入什麼 假設我先 先輸入 因為這一題比較特殊一點是 For i 等於 2到32 主要列 因為我們資料在第2列到第32 那這個地方會多藍 所以我這邊會 這一題比較特殊一點 For j 等於 第1藍 到 第12藍 OK 這個地方會多了藍 OK next 一樣喔 Tab 所以慢慢習慣 每一個中間都加個Tab鍵 加個Tab鍵呢 主要是縮排 如果你沒有縮排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Ford對哪一個 Nets 會有點搞不清楚 好那再來要做什麼呢 先判斷一下 裡面是不是空的 那怎麼判斷裡面是不是空 一副 邏輯判斷 Sales 裡面的儲存格呢 剛剛是 I列的哪一籃 這個地方的話請你 改成追藍 也就是他會先抓第1個 第1個的話 Sales IE追 第1個第2個第3個 他會橫向跑 跑完之後 就是一列跑完 12個對不對 再換下一列 那因為追的值會一直改 1到12 再下一列 1到12 再下一列 1到12 那我們要判斷什麼 如果不等於空的 表示說他裡面有資料 我才要去做格式化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跳過就好了 所以寫法大概是這樣子 if Sales不等於空的 then 做什麼 接下來就做什麼 判斷 他是不是禮拜六 所以禮拜六怎麼判斷 if 在 Excel裡面是weekday 那VBA有沒有weekday 其實如果你不確定打個VBA 點 點下去的話 你可以打個weekday 這邊weekday OK 那你就選這一個 其實如果你要叫出VBA所有的 這個 函數的話 其實打個VBA點就可以了 然後 等於什麼 weekday 跟他講說你幫我去檢查一下 這個 Sales IE追裡面的 這個值 是不是禮拜六 禮拜六的話 等於 等於7 禮拜天是1 禮拜六是7 OK 那如果說呢 他是禮拜六的話 then 做什麼呢 幫我換個顏色 什麼顏色呢 你這邊少一個後瓜糊 等於7 這邊 weekday好像少一個結束後瓜糊 then 然後這邊的話呢 記得end兩下 來個endif 有沒有 如果 我 打錯了 endif 如果呢 禮拜六 那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 變更那個 字的 顏色 所以其實可以利用 或者你 我們前面寫過的 Sales 的那個 Fone Color那些 其實前面寫過啦 所以我直接 先複製一下 拿這邊來改 其實你可以點 Fone Color Fone Color Fone Color 等於什麼呢 等於RGB 刮糊 什麼顏色 就是三個顏色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乾脆用綠色好了 綠色就0 豆點 255 豆點 0 那這個是字的顏色是綠色的 當然好如果說你要像我們剛剛畫面上看到那個顏色的話 像這個深綠色 這個深綠色要怎麼得到 有個簡單的方法 點一下這個A的旁邊有個箭頭 其他色彩 深綠色呢 其實顏色就在這裡 R G B 所以是什麼 799840 你個天啦 不過有點麻煩 記一堆顏色 所以乾脆我們就用一個比較簡單顏色 反正至少 他有變顏色 那如果說你要變得比較精確顏色 請你自己再查 再把三個數字填上去 OK好 所以這邊的話我大概就是 簡單一個顏色 就是255 0 255 0 然後最後把這個Sales 這個刮糊 放到那個 Fone Color前面 然後一樣的話 intro color 所以 一樣就是 這邊 Sales點intro 打一個in 這邊就intro 這邊會出現 然後再把它點color 等於 底色的話呢 就RGB 乾脆淺綠色好了 我記得好像是200 豆點 255 豆點200 這個是淺綠色 我怎麼知道淺綠色呢 其實也是用剛剛的方法 這邊點一下 我要淺綠色的話就是 其他色彩 找一個什麼呢 找一個淺綠色的這個 切過來之後看一下 204 255 204 好像 所以我取個整數好了 大概200 其實只有 綠色是255 其他都是200 那 做完之後呢 把它填到intro color底下 然後呢 一樣 這個刮弧呢 搬過來 這樣的話呢 禮拜六就 OK了 那禮拜天 其實呢 我就直接 把禮拜六的公式 打完了這一串呢 直接怎麼樣 直接複製 Enter兩下貼到下面 把它稍微改一下 這個是禮拜天 禮拜天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邊改成1 這個 一樣的程式 只是把它打在下面 然後呢 字的顏色是紅色 所以把它改成 255 後面這個綠色改成0 底色的話呢 就是 我要黃色的話 黃色前面用過 紅配綠 255 255 藍色的話是0 好 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寫什麼 反正邏輯就是這樣寫出 程式雖然比較多一點點 不過都是可理解範圍之內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來執行看看 這邊的話呢 我把這邊 按一下執行 他跳出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字打錯了 Sales 少一個L OK 執行 那你會發現呢 後面的顏色 全部都格式化 好 OK 應該知道那個邏輯啦 只是說因為瞬間全部跑完了 但如果你要慢慢跑的話 你可以 不要按這個執行 你按F8啦 他會租航 不過你可能要慢慢慢慢跑 那最後做完的話呢 再把它格式 修改回來 怎麼修改回來呢 再把上面的還原格式有沒有 這邊 格式化日期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改成還原格式 其實還原格式裡面 程式大概就是 也是4i4j 也是判斷如果不是空的話 那我做什麼呢 把字的顏色改為黑色 所以Fone Color 改為 RGB000 那Intel Color 改為沒有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不用判斷禮拜六禮拜天 反正就是全部都幫我改為 黑色的 字的顏色黑的 然後底色沒有 OK 這樣就還原試試看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OK 這樣就還原了 最後當然你做兩個按鈕 格式化日期 還原 這樣子 就有這個效果出來了 不過 最後那個還原格式 感覺好像有點卡卡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它是一格一格慢慢還原 我前面講過 其實這一題你可以把它改寫成RANGE 為什麼 因為RANGE的話 就是 一整個範圍全部還原 像剛剛那個還原格式 我在雲端上或講義裡面好像有放就是 還原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改成 我是把這個還原格式 在底下增加一個叫 還原格式底線RANGE 那這個RANGE的寫法 前面呢 就不用寫回圈了 但是你要寫一個範圍 哪個範圍呢 RANGE A2到L32 點什麼呢 其實後面都一樣 也就是把什麼 把剛剛Sales的敘述 後面其實就這兩行 你乾脆把它複製 貼到這邊來 把Sales 關乎IJ 改成一個RANGE RANGE的話 後面就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字串 字串就是 A2 冒號L32 也就是A2到L3 幫我怎麼樣 還原格式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用那個RANGE的方式還原 那速度會不會快很多 其實你會發現喔 剛剛這樣一個一個慢慢的 如果你是用RANGE的話 按下去 馬上還原 所以今天主要是跟各位講 用RANGE的效率 絕對是優於Sales OK 尤其是範圍越大 記得就不要傻傻的 一個一個慢慢 去把格式 或者內容清掉 記得呢 就是用什麼RANGE的方式 去把它一下子就把它緩 所以這裡我想想各位 試一下就是說 先把那個 我們的那個 年曆做完 第二的話呢 就是 利用那個 我們剛剛教過的 並且 多延伸出去 就是 會有一個 藍回圈 多一個藍回圈 寫法的話呢 我想都一樣 以後你工作裡面 不外乎就藍 不外乎就列 那你藍列 範圍 界定好之後 再來就是你要做什麼事 那中間 頂多就是做一些邏輯判報 到底哪一些資料呢 你要給什麼顏色 不給什麼顏色 那頂多呢 我們前面講過了 不就是加底色 不就加顏色 不就加框線 還有什麼 加粗細 加斜 等等的啦 反正這個我想你可以 自己再去做變化 這些我想就已經很足夠 很多工作裡面 幫你做一些 過濾跟篩選 的結果 可以試一下 我想 各位試一下 然後 這個部分 其實在獎益裡面 應該也有 只是這個獎益部分 也有 所以請各位 參考一下 格式化 還有 還原格式 另外 還原格式 有一個底線 Range 那這一題基本上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那個 制定函數 因為我前面講的 制定函數 他沒有辦法解決 格式上的問題 OK 請各位 稍微 試一下 還原格式 好 大概 日期時間 其實我在雲端上有做一個 更進階的版本 不過那個版本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 在自己找到一個年曆 這個年曆 主要就是說你按一鍵 他可以自動 問你說 你要產生 年曆的哪一天 他自動全部 全部幫你跑行 不過這個難度有點高 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我